地方因期盼已久的台中东区公儿三十地下停车场 终于在上午开工动土了 中央跟台中市府一共编令了近3.6亿元 要新建地上一层地下三层的建物 预计113年完工 汽机车可以超过500格 并且要结合美乐地公园 里民活动中心三合一更便民 第一层开工顺利 台中市东区公儿三十地下停车场 上午正式开工动土 从原本平面停车场150格汽机车 改为超过500格的立体停车场 公儿三十这块用地呢 那我们今天大开工 要花将近三亿六千万做三合一的建设 我们要做一个地下三层的大停车场 可以停高达208辆汽车 309辆的机车 这座地上一层地下三层的立体停车场 距离台中车站约600公尺 拉拉扑约750公尺 步行约7到8分钟就可以到达 周边还有中校夜市建国市场及百货公司等 再加上大置路打通大型购物商城及影城的进驻 未来将会有即可效应 规划足够的停车空间 带动地方发展 而这块地不只有规划停车场还结合美乐地公园 里民活动中心三合一更便明 本来是现在这种硬铺面就把它改成公园 里面会再辟有儿童的游戏区 那除了这个停车场会有208格的汽车 309格的机车之外 事实上我们在一楼也配合民政局 会有一个里民活动中心 所以这停车场事实上是会有三合一的这个效果 师傅强调建物结合台中火车站人文异象 而社区活动中心外观 就像接续的火车头及车厢 承载着连接邻里交流的重责大任